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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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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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应该防守 这样的话 给辛勤斯留下了 红球中带的机会 看辛勤斯 漂亮 红球中带顺利打进 雷虎回来 篮球的右侧中带 好的 金球下方的红球 还是 上方红球中带 上方红球中带打进 这是叫到篮球 篮球有一个向下的小角度 台库挤篮 黑球下方的红球 红球 左侧底带 漂亮 三千 蓝鱼回来之后 要到了黑球 黑球的右下底带 好的 好的 红球的左侧中带 红球的左侧中带 小球之后 小球之后 调到了 篮球的中带 漂亮 白球顺势下移 调到了下方的 红球 红球的左侧底带 好的 小笛钢拉回之后 小笛钢拉回之后 落下地带 笛钢轻入了地球之后 白球稍微弹一虎 可以掉左侧的 无敌弹 没有选择进攻 一钢防守 再看 一四 超过这几分 一九分的 台面上 现在应该还没有超分 三颗红球 台面上现在还有五十三分 还没有超分 冰净辉也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 这一钢没有解套 这样的话 白白送给 看冰净辉第二次结局 三颗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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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给金银丝大好的进攻机会 西金斯的防守 撞到了绿球 但无伤大雅 冰净辉也不是没有很好的机会 看冰净辉防守 第一次的机球 也是选择了一杆防守 漂亮 这一钢防守也没有给丁净辉留下机会 现在台面上的分是够的 好的 看冰净辉如何选择 选择中眼台的一杆进攻吧 还是去防守 现在 我到红球的 我到红球的 进攻 很可惜没有进 机会来到了 丁俊辉的一方 丁俊辉留下了机会 红球的又下几代 很可惜丁俊辉也没有把握住机会 现场的观众也是一阵骚动 这样丁俊辉有一端中带的红球的机会 好的 可以叫绿球 绿球的右上带没有打进 丁俊辉几球 丁俊辉红球的左上带 好的 这一端丁俊辉会如何选择防守还是一端翻带的进攻 选择翻带进攻 可惜没有打进 丁俊辉 ,. 丁俊辉 非常老辣 冰具辉也在反复地计算着 还有的路线 看冰具辉能否解到 好 John Higgins 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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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